5月15号晚 一曲交响互动大合唱 《我们的亚西亚》响彻鸟巢 拉开了亚洲文化嘉年华的序幕 来自亚洲多国的艺术家齐聚一堂 献上各具特色的歌舞节目 嘉年华包括14个节目 土耳其的肚皮舞 朝鲜的长谷舞 相貌舞 日本的和太谷 中国的京剧和武术 意大利歌剧 这些歌舞节目 虽然语言和民俗风情各有不同 但却承载了共同促进 亚洲文化繁荣的美好祈愿 给观众带来深刻的情感体验与共鸣 然后他们代表了亚洲 每一个国家的一个明星 然后正好是我们年轻人 都特别喜欢的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看那个民族性的舞蹈 挺让我 挺震撼人心 挺让我心潮澎湃的 就比如说好多民族 比如说中国的舞蹈 还有那个土耳其 你先踢他舞 或者是肚皮舞 从演出阵容来看 成龙 张一新 陈伟霆 朗朗 张杰 以及韩国的郑志勋 越南的杜氏青花 新加坡的林俊杰 以色列的艾登霍兰 哈萨克斯坦的迪马西 张亮颖等亚洲演艺界名人 先后登台献唱 引得观众席中不时爆发掌声 来自中日韩三国的乐手 鼓手合作演出打击乐 鼓舞飞扬 百可净度中结合科技元素 鼓手可借助机械臂的帮助 在空中完成多次360度旋转打击 引得人们惊叹连连 随着歌曲《光耀亚洲》的旋律响起 这场文化的狂欢也进入尾声 来自亚洲各国的年轻人 来到舞台中央再歌再舞 展现青春亚洲的无限活力